白峰山下有台山市农村信用社 台山市斗山华雄石油器有限公司 东方明成,特约播出 预认真查三维平风口的珍艺 球器请致电公司控会议线 5620-808 东方明成,45万方 台山水美江北豪杀 越西登场,城东中央 一线亡光,五向南55 133方,N级一五形,乘与稳� 名流川线,0750 4.5,3.6 马卡,巨蚀,补充体力,增强耐力等神奇功效 功夫来马卡升起酒 是根据孙赋鸟的千千方钟 养生理论,精致而成的养生酒 喝酒就喝,功夫来 人人健康,乐开怀 平民视角,用心表达 大事小事,事事关心 国际旅游小姐广东赛区总决赛圆满落幕 全民健身广场舞大赛 大妈们闪亮舞台 平民视角,用心表达 大事小事,事事关心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4号的白风山下 5月1号晚上,国际旅游小姐广东赛区总决赛 在三甲仪和温泉城举行 当晚星光热热 台山台,FM90451旅游频道 白风网等多家本地媒体同时进行直播 如果你错过了当晚的直播 也不需要觉得可惜 白风记者马上带你重温当晚的精彩赛事 当晚明星阵容强大 除了阮升航、马智海、何思玉三位著名主持人 担任大赛之以 还有世界跳水冠军余卓成 著名导演张全欣 粤港红星李达成等明星艺人 连同多位选美冠军担任评委嘉宾 开场仪式后 20位佳麗身穿着青丽嫁小子裙优雅登场 在泳装展示环节 佳麗们身穿性感价比坚尼 展示各自曼妙身材 伴随着充满夏威尔风情加音乐 以及佳麗们加迷人舞步 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 作为世界三大选美赛事之一 国际旅游小姐大赛 不单要求佳麗们要拥有天使面孔 魔鬼身材 更加注重智慧与美貌并重 在才艺展示环节当中 20位佳麗大秀才艺 跳舞的神韵俱全 动作到位 唱歌的星星月夜 或画家妙不生花 社书八家就筆筆仓燿 现场观众都被精彩 在才艺表演所接服 掌声一浪接一浪 总决赛十个单行奖出炉之后 大赛进入到才智问答环节 多位评委随机提问 佳麗们对答如流 经过精彩各族 1号佳黎朱思涛获得儿和之声称号 13号佳黎何芷心 18号守佳黎 7号陈奇分别获得冠亚贵军 当晚架舞台上除了有20位佳黎家精彩展示之外 还有多位知名红星一展歌后心情献唱 现场观众大饱眼福之余 还听出以由回味无窮 每一次选美冠军的出路 都会成为街头巷美烈烈讨论的话题 对于这届国际旅游小姐 广东赛区总决赛架冠军得主何芷心 大家想不想了解一下 到底他是怎样脱荣而出 成功奪得冠军宝座的 下面马上跟着我们的记者去一探究竟 13号佳黎何芷心 不单只掌上出众笑容甜美 还拥有170厘米价高挑身材 以及傲人曲线 同时何芷心见当色广能言善变 才艺展示当中 他的葫芦丝表演令人印象深刻 而在才智文特环节 大赛评委著名导演张传恩抛出了难题 要求何芷心用三样乐器 分别形容台山、佛山和广州三个城市 台山我觉得用乐器来形容的话 应该是像古增 因为我是学古增 然后呢 古增的音乐是很优美 很柔和 台山也是这样 给人感觉是很温暖的 有山有水 然后最主要这里的温泉 我们都很喜欢 除了用古增形容美丽的台山 何芷心更分别用葫芦丝 形容古婆的佛山 用钢琴形容包容的广州 何芷心的精彩对答 重用表现 征服了观众和评委 最后何芷心和记者说 张传恩导演的问题 完全出乎自己的预想 但是凭借住在台山拍摄外景的经历 他选择了用古增来形容台山 当时张导提到那问题的时候 其实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但是我 因为我说了我是学古增的 然后呢 葫芦是我今天也表演了 所以说我是在我比较喜欢 或经常接触的这些乐器当中 包括钢琴 然后我想到的也是这一些 所以正好说出我心里想的 也去形容我觉得这几个比较亲切的城市 何芷心坦然 惊喜夺冠将鼓励他继续前行 接下来他还会和本市大赛 较亚军、贵军 一同进军到国际旅游小姐中国赛区 我会好好努力继续进入中国赛区 希望走得更高更远 继续努力 谢谢大家支持 昨天2015国际旅游小姐 广东赛区总决赛摄影大赛创作活动 在台山仪和温泉城举行 吸引了各地价摄影名家 以及已经有近千人参加 我们去看看 昨天上午9点多 活动还未正式开始 来自广州、阳江等多地价摄影名家 和摄影爱好者早就已经赶到现场 占据有利位置等候大赛开始 在众多影友家见证下 大赛组委会举行启动仪式 并宣布摄影大赛价规则和征稿事项 随后本届国际旅游小姐 广东赛区总决赛价冠雅贵军 台山旅游大使等同台量讯 并新早进行实景拍摄创作 影友们长枪短炮 脚架背包 装备齐全 个个都兴致勃勃地尋找拍摄角度 和创作思路 来自广州的温先生 是第一次来台山 他表示难得有机会 和各地价影友交流切磋 觉得非常有意义 以国际旅游小姐为主角 众多长枪短炮不停咳咳咳咳进行拍摄的场景 成为台山仪和温泉城一道凌厉价风景线 国际旅游小姐们换相比坚尼 运动装 分纱晚装 民族服装 展现当面风采 和各位影友亲密接触 激发取地的创作灵感 记者了解到 本次摄影大赛 由省摄影协会会员等专业人士担任大赛评委 征稿时间从5月3号开始 截至到5月11号 他们将在5月13号 评出金则收藏作品一幅 银则收藏作品两幅 铜则收藏作品四幅 以及优秀作品一百幅 颁奖时间为5月16号 被评为金则收藏作品家创作者 将会获得奖金一万元 昨晚台山首届碧桂圆杯 对全民健身广场舞大赛举行总决赛 15支舞队上台进行表演 场面十分热闹 我们去看看 比赛现场状无虚席 各支参赛舞队的粉丝 早就已经爆好两位 准备为大妈们加油纳涵 比赛正式开始 各支舞队的大妈们自信地登上舞台 跟随着熟悉的音乐节奏 向台下评委和观众 展现苦练的成果 他们精心打扮 身着统一服装 有些还适当地利用道具 来为舞蹈加分 可以看得出 为了能够在决赛当中取得好名次 他们都花了不少心思 据介绍 参加决赛的15支队伍 是从43支海选队伍当中脱运而出的 既有专业的艺术表演团 例如市红丝带艺术表演团 市老贯部艺术团 也有台成一些社区 以及来自乡镇的广场舞队 在海选入围决赛之后 他们就加强了训练 有些还请专业的舞蹈老师进行指导 力求在决赛的大舞台上 发挥出最佳水平 经过一轮充满激情和活力的表演 市红丝带艺术团舞队奪得第一名 台成梅花舞蹈队获得最佳人气奖 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 请登陆百封网 三个www.tsbtv.tv 或者扫描关注百封网微信 我们明天再见 曾经走遍世界 先动得家是心中永远的港湾 大家族的最居首选 台山碧桂园 九年积电 如私如画的山水大城 酒店、学校、商业等一应俱全 全新白露湾二旗 二百三十至二百六十方山水美帅 幸福里八十六至一百三十九方 压组精装阳房 摧灿赚放 碧桂园 给你一个五星给的家 保护路桥 真爱生命 拒绝超载 严厉打击 车辆超线超载运输行为 预防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发生 保护公路基础设施完好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举报电话 5528043 5671073